好不过柯文哲两届台北市长任内 金华城的容积率从最开始 392%一路飙升到840% 也引爆争议 前一大早台北市议员减舒培又再调了新的市政 他说柯文哲亲自签和 以都市更新奖励办法 给金华城20%的容积奖励 而台北市议员钟小平 他也到北检去告发柯文哲 不法涂利金华城 现在北检已经分他字案 要来侦办柯文哲 台北市议员钟小平二号一早到北检地状 举发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在担任台北市长期间 利用植物之变涂利金华城 白在党嘛 党的又苍白无力你知道吗 因为他真的也无法辩护嘛 我觉得从善如流吧 不只蓝议员开轰 民进党台北市议员减舒培更踢爆金华城的容积率 从原本的560%暴增到840% 是柯文哲亲自核定 简舒培调出过去公文 发现2020年金华城向台北市府提出三项陈情 就是柯文哲亲自签订送进都委会审议 而同年10月柯文哲再签合 用都市更新奖励办法 让金华城以任性智慧移居等 三项城市贡献奖励为由 增加一共20%的龙基奖励 用原本560%的龙基率换算 加上20%的龙基奖励 和30%的龙基转移 刚好就是840% 柯文哲你要的公文已经入土了 已经揭露在阳光底下 在他所主政底下的都委会 为什么对威京集团 就像是这个神灯去人一样 要什么给什么 柯文哲两届台北市长任内 金华城龙基率暴涨 引发争议 民众党紧急出面驳斥 欺骗一般大众操作风向 自以为是的检察官办案 所以现在我们就让真正的检察官 来说清楚讲明白 都委会讨论完之后 要给金华城20%的龙基奖励 这个事情不是也是柯文哲核定的吗 不是什么都懂 他都懂的人现在都说他不知道 不是很荒唐吗 检调也都已经来索取资料 都已经启动 所以我们就是完全来深入调查 厘清事实 柯文哲认内三大案疑点重重 北建分他字案 指挥廉政署北调组搜证 未来进入司法程序厘清 借为要按照顾风王一德 台北才报报到 好 再来看到是柯市府的 北市科争议是不断延烧 那之前袁大人寿才发生 说我们没有参加 潜在投资人的会议 可是当时的承办科长 遭到质询时就表明 元大当天就是来谈北市科 那国民党议员刘淑慧 他指出这件事情非常严重 甚至北市府呢 还被指控未造文书 要求蒋市府一定要调查清楚 一看到记者 民众党主席客问者 拿出卫生纸擦鼻涕 面对北市科争议延烧 不愿多谈 但之前袁大人受采两度切割 曾经没有参与潜在投资人会议 承办官员在咨询台上的说法 却是完全相反 你们邀请他们来开会的会议主旨 是邀请他们来谈 北市科还是内湖数位中心 北市科 面对国民党议员 有淑慧提问 当时承办科长徐建惠 瞬间斩钉截帖表明 谈的就是北市科 更指出市府根本没为内湖数位中心 开国会 科长表明当时是受到 时任副秘书长林玉宏指示 12月16号下午2点 在市府开会 袁大在下午1点50分 就已经到场 但袁大人受与会人发出声明 明明表示党田下午4点才到北市府 而且会议内容是讨论内湖数位中心的BOT案 有所谓指出北市府版本跟原大说法南原北撤 台北市长蒋万安也特别声明 会议记录很清楚 究竟是柯市府伪造文书 还是袁大人受没说出真相 两个说法过了一周 还没有同意答案 记者中文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其实也订阅 手赞 订阅 打赏